凡事碰到瓶頸立刻往Google裡找答案 現代人已經在網路科技為師 兩個字好好玩 當學習化身電競遊戲 傳統死記硬碑將成為過去式 如果你只是說 課本上的一些題目的撰寫 可能學生寫久了會有一個批乏性 課本是不會動的 不會像影片那樣跟你說話會互動的那種 有影片 有闖關 互動 這些資源都不花你一毛錢 數位學習走進台灣教室 短短時間裡就在教育界掀起海上 算一下 黑平方 這個是二分之一 黑平方就是多少 四分之一 黑平方 眼前這堂是完全沒有黑板的數學課 全班電腦連線 老師用電子手寫板寫算式 學生只需盯著螢幕 聽完老師解說 接下來畫面一切換 同時答對 好厲害 在虛擬世界裡工程掠地 方才的上課內容都在這款遊戲裡 這是由台大葉比城教授帶隊創辦的學習遊戲 Pagamo 號稱世界第一 可多人同時上線的遊戲學習平台 很多孩子一開始是因為遊戲的吸引 他來玩這個東西 過了兩個月之後 他很密集地在用 過兩個月之後 一兩個月之後 他發現說 他在學校裡面的課業是進步的 進步的 所以他反而是從這個事情 後來就會得到更大的成就感 新北市也搶在全國第一根Pagamo 正式簽約 今年4月剛引進 就在中小學之間引領風潮 那學生有的時候 對遊戲他比較擅長 他覺得說這個遊戲 可以跟知識做一個結合的話 那他就會自己 自動自霸去學習 無論你聽到的是數位學習 還是教育科技 諸如此類以數位為名的翻轉教育 早就在台灣百花齊放 小明有120元 小華有70元 小明給小華多少錢 兩個的錢會一樣多 國內使用量最大的軍醫教育平台 南瓜所有國中小教材 全國使用者登記賬號 73萬多個 至於Pagamo緊追在後 使用者遍佈國內外 有50萬個用戶 但不管什麼平台 通通能被稱為 摩克斯是一個 中文的 中文的這個 台灣版本的一個藝名 那他原文是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所以他如果直觀的翻譯的話 是大量開放 線上課程 學習英文第一個字母 簡稱MOOC 國內教育部 推出中小學 學摩克斯課程計畫 鼓勵各校摸索 適合的教學平台 摩克斯的精神就是 如果你有心想要學習 來做這些學習行為的話 這些學習的資源服務跟內容 其實都是免費無償的 走進電腦教室 如今的學習面貌 不得不向川劇變臉 背後卻藏著一個警訊 對讀書興致缺缺的 無動力世代 正拉開學習開倒車的警報 就是學生他的學習動力 一切不如一切這樣子 大部分看到課本 他就覺得說想要放棄 哪一課對你造成最大的課本 社會的地理 不是 完全是不想被 完全不想理解這一課目 所以我上次才考五十段 學生吐露的真心話 聽在哪個做家長兒裡 恐怕心裡都不是滋味 大家有時候就看完學的時候 很多爸媽是用手機在養小孩的 就是爸媽在忙的時候 就丟個手機給他 當他傳統到大都已經習慣了 從影片獲得資訊的情況之下 你今天的教學 你就必須也要有所調整 數位學習的崛起 挑動一整個世代的 學習觀念落差 但多數教學現場依舊走在傳統 又該如何冒險放下書本